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流感疫苗 不止武汉肺炎 流感疫情也很严重 不少人强在一大早来诊所打疫苗 觉得蛮可怕的 对 都带小朋友来打流感 对 诊所医师预估 逛一个礼拜就至少有50个人来打 机关署统计 上周门急诊 累流感就诊就达8万2000多人次 其中有56个人流感并发重症 14人死亡 最年轻的只有23岁 是一名男性的上班族 流感的重症跟死亡 绝大部分是没有打流感疫苗 反正你流感 毕竟它的传染力 其实它不会输给武汉肺炎 它的传染力事实上是比武汉肺炎更快 更强 武汉肺炎和流感虽然症状都很像 但武汉肺炎主要是侵犯下呼吸道 症状是干咳 发烧 酸痛 至于流感则是侵犯上呼吸道为主 症状发烧发冷 以喉咙痛 流鼻水为主 武汉肺炎跟流感 有时候真的很难区分 它会发烧 也会全身痠痛 很疲倦 这两个在刚开始真的很难分 如果你又不打流感疫苗 那万一你得了 不知道是流感 还是武汉肺炎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打流感疫苗 所以医师两个都要考虑在内 所以要考虑的比较多 那也就是很难做 医师呼吁不只要关注武汉肺炎 流感也是头痛的疫情之一 最好还是接种疫苗 避免感染机会 新闻新闻成员陈有荣 特别报道 也很难剑 请继续